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出本的眼花问题 第一个出本的这个白蓝打为止 其实出本啊你能够把它养活 只是没有把它养好 现在出现的什么情况呢 第一有一点病菌 你用一点杀菌药 你家里面你看有吗 比方说饿没灵之类的都可以用啊 然后呢就是用上肥料 明白了吗 其他的没什么 就你这个应该是在南方地区 你要在北方地区肯定养不了这样 就是有点有点病菌 就杀杀菌上点肥料好的事了 好吧 不好的叶子下面那种你一摘就下来了 适当的剪一剪就行 下个豆宝种的绿螺叶子那么小 也配了叶面肥营养叶就长不到 你用的什么叶面肥什么营养 我看来看下面的它有点发黑 你水大 水大 你要记住哈 绿螺它也需要光照 就我们也养一些绿螺 绿螺也需要光照 就不需要过分的强 你像我们这个呢 你看这边这个 它叶子就会比较大一点 是吧 比较茂密一点 也需要光照的 你别听人家说 绿螺不需要光照 它不需要很多 但是要有光照的 还有一个那适当的控水 摸一摸盆土 略干了你再浇 不干咱就别老浇 肥料该正常用正常用 就会好很多 一旦水很多了 植物就会拼命的长高高 一敲光也长高高 就叫土长 就徒劳无功的生长嘛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略微控水 适当给光 就好很多了 下个抽宝 杜鹃花 它干了不知道咋办 空气湿度不够 你边上放个加湿器 你或者是找个那种装冰箱洗衣机那种大的这个塑料袋 晚上的时候给它套一下 白天的时候打开 就会好很多了 你别光指着 夸夸的浇水 你让它们脸干了 你夸夸喝水 没用是吧 你要补水啊 面膜啊 保湿啊 抹油油啊 这一个道理 这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塑料袋或者边上放加湿器提供空气湿度 下个周宝右边这颗我都投到了 不光你投到外头的这个很明显的呀 这个就缺光水大 明根 还有一个就是病菌要用杀菌药也给光照 有的话说老花一人的杜鹃我看你怎么 你甭管那个 你要去了南方福建地区那个生产茶花杜鹃的地区 他们棚里面的湿度都很高 或者是广东地区那种地灾的 它湿度都很高 空气湿度 我说的是 你要一般到了上海 你到夏天的时候还得用抽湿机呢 要不然就很潮湿 你要咱们北方应该这个话 要么就在楼房 很干燥 很干燥了以后呢 他就各种落叶 很多话有胯胯胶水 胯胯胶水那楼房通风又不够 就开始烂根 这样你听懂了吗 话说我怎么办 那边上的壳怎么没有事 就是就是我在南方来两个小姑娘 去北方玩 有个小姑娘她脸干 老是不行 老是觉得嘴裂啊 上火 有个小姑娘就没事 明白了吗 这个你从根源上 度觉一下这种问题 它就会好很多了 下个中宝说咋整啊 这个是蝴蝶兰啊 这位臭宝 叶子健不健康的 咱先不管 先管你这个盆头里面 你这个用的是 没有发酵过的这个 树的那个碎屑 就碎块 没有发酵过 它有点营养不济 明白了吗 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肥料 可以适当的用一些 有话说 我没发酵没发酵不是不能用 是能用 就怎么说呢 因为我大舅没读过书 半生不熟的 就我没老话叫半料子 你这种人到你们家 你不愁的慌吗 是吧 所以说你要给他加点料啊 教育教育的 这个也是一个道理 明白了吗 是吧 希望能帮助到你 这个业子 你又不用过分的去管它 用一点点杀菌药 适当的给一点点肥料 盆头里面干了 你也记得浇水就行了 慢慢在养就行了 好了 别的没啥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整一 白了是吧 喂 嘿嘿 嘿嘿